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今 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近120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数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震撼轰动国际社会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军红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并获得意大利西耶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 马来西亚皇室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间 并于2015年9月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8年5月 卢台长在英国上议院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 世界杰出慈善大使 并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为赛节庆典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新年一时 我们有缘相聚在悉尼 共沾伐喜 共募佛光 一起聆听卢台长为我们带来的最新开示 感恩观世音菩萨 佛光普照 甘露便洒 感恩卢君洪台长 慈悲成愿 普度有缘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请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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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义工们 大家好 殊胜的佛缘 让我们有缘 再次相聚在澳洲 春节将至 台长首先 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中 佛光普照 学佛精进 身体健康 发喜 充满 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 学习佛法的 智慧精髓 这是我们每个学佛人的使命 也是铸造人间净土的阶梯 当今社会 天灾不断 人类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无法超脱 上个月 12月22号 印尼的海啸 造成了 334人的死亡 9月 印尼发生的 7.4级地震 又引发了 海啸 造成了超过 2000人的死亡 数百人的失踪 1万多人受伤 10月29号 印尼一架飞机坠毁 189人上升 11月 美国加州的山火 导致86人死亡 圣诞之际 我们悉尼著名的 117米高的奥林匹克公园 奥普塔瓦 出现了严重的裂缝 1000多名居民 在圣诞前夕被强制性的撤离 无家可归 人生无常 无情的灾难 会随时的夺走我们身边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亲人 房子 车子和你的财产 一切 都是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人间是幻化了人生 有时候 我们的昨天就犹如做梦一样 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不能忘记自己的过去 而天天 用这种过去的痛苦 让自己今天的心灵来承受着 所以 以为这是真实的世界 沉迷于财色明十岁当中 忘却了我们本有的良心和佛性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 仅在2018年 全世界就有一千万的人因为癌症而死亡 平均每五到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人会患上癌症 同时 世界卫生组织预计2020年 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忧郁症 目前 因为各种原因想不通 难受 在生活当中 给自己造成很多精神压力和身体创伤的人 已经患有忧郁症达到三亿四千万人 忧郁症 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当中的自残原因 现在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嫉妒仇恨 私欲膨胀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用各种方法 心灵的扭曲 情绪的失控 往往带来你自己和别人肉体上的伤害 以致给家庭和社会造成终生的遗憾 在上个月的12号 悉尼有一个女子叫奥尔加 经过半年的心理挣扎 实在经受不足精神的压力 在家中自杀身亡 那为什么呢 因为半年前 她的离婚的丈夫 叫John Edwards 闯入她的家中 将她 原来他们两个人生的两个孩子 一个15岁的Jack 还有一个13岁的Jennifer 开枪打死 从此之后 这个母亲奥尔加一直生活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多次出入医院 最终没有抵抗住精神的压力 她结束了37岁的年轻生命 所以我们在人间就要懂得什么事情要随顺因缘 坦然的面对人生的得失与无常 我们要懂得这个世界 那是永远不会圆满的 要看破 要放下 才能在失忆和残酷的现实当中 获得心灵的禅定和寂静 我们要忘记过去 因为当你把这件事情已经做过了 它就成为了过去 我们要学会外境转 而心如如不动 自在随缘 那才是人生的智慧与高境界啊 记住 知足自己已经拥有的 不贪自己还没有的 我们来人间 那是偶然的 离开人间 那是必然的 在人间 我们要随缘不变 用慈悲待人 学博后 要面对现实 超越现实 现在很多人在人间 很多叶都是从嘴巴里出来的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说 或从口出 并从口入 我们要守住你们的口 等于管住了你们的心 台长跟你们讲 学博人讲话 要记住 不懂的时候 不要乱说 懂的时候 不要乱 不要多说 自己心乱的时候 要慢慢说 没话的时候 就不要找话说 守住你的口页 请念经 身心健康 弥陀行 什么叫成功 有些人认为 把自己的思维 装进别人的脑子里 那就叫成功 又有一些人认为 把别人的钱 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那就叫成功 所以有人说 前者的成功 叫老师 后者的成功 叫老板 如果两者都能成功 叫老婆 我们人 我们人急着成长 我们又在叹息 失去的童年 年轻的时候 我们拼命挣钱 把我们的身体累坏 年长之后 我们拼命又拿钱 来补自己的身体 想恢复健康 我们担心自己的未来 但又不珍惜 现在拥有的一切 我们天天不知道 想干什么的活着 既不活在当下 又不活在未来 感觉自己 永远不会死亡 临死前 又仿佛自己 从来没有活过一样 有两个人在森林里 遇到一只老虎 其中有一个人 赶紧蹲下 从背后取出一双运动鞋 换上 另一个人看了 骂道 你干嘛 你再换鞋也跑不过 老虎啊 换鞋的人说 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 这个就是告诉你们 在二十一世纪 人没有危机感 那是最大的危机 你看到别人的飞机失事 别人生癌症 别人的家庭破裂 别人的孩子跟父母亲闹翻 你要想到有一天 你会不会这样 所以一定要修行学佛 防止危害和危险发生在自己身上 别人不学佛 别人会有灾 有烦恼 然而我们自己要先换好鞋 才能逃出人生的苦难 只有先救自己 我们才能救度众生啊 有一位印度的老人 对他的孙子说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两只狼 他们残酷的相互的搏杀 一只狼 代表你心里的愤怒 嫉妒 骄傲 害怕和耻辱 另一只 代表你心中的柔顺 善良 感恩 希望 微笑 和你的爱 小男孩急着问 爷爷 哪只狼更厉害啊 爷爷告诉他 每一天 你喂养的那一只 最厉害 我们人 你每天喂养你心中的嫉妒 愤怒 天天抓住自己的恨 恨自己 恨所有的人不棒 这个狼就会伤害到你的心 要学会包容别人的缺点 难道你没有缺点吗 就是你内心的自我软容 你也要学会包容 你会过得比较舒服 每天与恨 嫉妒 交朋友 你就会疯狂 如果你一直想改变别人 那你一定会非常的痛苦不堪 台长告诉你们 想改变别人 不如先改变自己 你不能宽恕众生 你就一定不会原谅自己 最后苦了你自己 人之所以痛苦 是一直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学佛人 就是要用慈悲和不贪 来消除你内心的痛苦 有一个年轻人 他向村中的智者询问 这个先生 幸福生活的秘诀是什么 这个智者没有说话 就领着这个年轻人来到 村头的一片树林边 那里有一条小路 向林中延伸 沿着小路走回到原处 这个智者告诉他 哦 你沿着这条路散散步吧 但要小心啊 树林子里有熊啊 这个智者嘱咐完之后 年轻人点点头 胆战心惊的出发了 两个钟头 年轻人回来了 智者问他 你有没有看到 一路上的橡树 花朵 松树之类的 年轻人摇摇头说 我一直担心被熊咬的 那么你再沿着这条路走一回吧 这回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些美丽的东西啊 这个年轻人又向树林里走去 这时候 这次他半个小时就回来了 气喘吁吁 肩膀上还有个大口子正躺着旋 智者又问 你这次看到美丽的风景了吗 我看到了 我正在看两只可爱的小松鼠的时候 一只大熊悄悄地靠近了我 我的手臂被他抓出了一个大口子 先生 我只想请教你什么是幸福 你却叫我到林子里去遭受野兽的袭击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答案呢 我想你已经有答案了 幸福生活的秘诀 就是在临终散步的时候 欣赏到沿途美丽 而不要被熊吃掉啊 这个年轻人又问智者 先生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这一切 却让我冒着被熊吃掉的危险呢 智者笑了笑 挽起他的袖子说 露出手臂上的伤疤 有时候我们需要用伤疤来提醒自己啊 我们人不能执着于任何一件事和人 否则我们的执着任何一个方面 就会给你造成对自己的伤害 所以人生当中有五个迷惑 人生之痛苦是一直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人生最大的罪过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自欺欺人啊 自己骗自己 你们想象你们一生当中 你们骗了多少自己啊 不会的 不会发生的 不可能的 最后全部都发生了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痴迷 明明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你的 你还要 我要我要 就是我的 我不能离开它 人生最烦恼的是真名真利 几十年之后 想一想我们在哪里啊 人生最大的破产是什么 不是你的财产的破产 而是绝望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自杀 就是因为他们绝望 所以学会人生最幸福的几件事情 第一 要学会宽恕别人 是自身幸福的源泉 掌握人一生最大的财富 那就是健康 台长告诉大家 想快乐就学佛 想幸福就知足 想不烦恼就不与别人去争 要想心灵不挂爱 要学会布施 离灾害啊 现在叫人布施非常的难 很多人家里有药 人家说我上风感冒不好 哎呀我家里药很多啊 哎呀我明天给你带过来 结果在家里早啊 早马上要过期的 给人家先拿过去 人家说你家里还有很多药呢 我留着自己还要吃呢 一个人到佛陀面前去哭诉 他说佛陀啊 我无认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 佛说这是因为你没有学会布施啊 穷人说 佛陀可我是个穷人啊 佛说一个人即使没有财 他也可以给予别人七样布施的 请佛陀赐教 一叫言师 就是布施微笑 你们想想看我们现在的人 你叫他笑都是多么的难 看见陌生人不会笑啊 所以给人家笑就是一种布施啊 所以台长经常给你们笑 就是一种布施 你们不给我笑 你们就是没布施 二叫语言布施 就是说看见别人好了 马上要称赞别人 哎呀你真进步 哎呀你越长越年轻了 你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哎呀你的孩子真好 要不停的去跟人家讲 所以三是心思 敞开心承恳待人 现在没有人傻瓜 你要想得到别人的尊敬 要想跟人家交好朋友 你就必须要诚恳 真心对人 第四 掩饰 你们知道 很多人的眼光 冒出冷冷的光 看别人很讨厌 如果你能慈悲 冒出善意的光芒 让人家感觉到你的温暖 你这个人就叫布施 哎呀老妈妈 你好吗 哎呀您真好 哎呦感恩你啊 谢谢你啊 哎呀我有了你 哎呀我这个家才感觉到温暖 你经常跟你太太讲讲 跟你先生讲讲 你的家里一定会很好 你如果天天用你冷冷的眼光 看着你的老婆 我很爱你 然后老婆冲着你 我也很爱你 第五 生思 身体不思 就是用行动去帮助别人 这个人不停地用行为去帮助别人 哎呦帮人家拿东西呀 帮人家推车呀 都是好的 第六 坐事 坐事是什么 你出去乘船啦 坐车啦 你要将自己的座位留给别人 你们想想 现在坐公车 坐地铁的人 很多人都不愿意把座位让给别人 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我们学博人就要懂得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别人 叫坐实 第七 叫房施 如果你的家还很大 如果你还有能力帮助别人 提供别人休息的场所 或者帮助别人 你借给人家住一住 那么你佛陀说了 你有这个七样的布施 好运一辈子就会跟随你了 佛教倡导的是 物我两望 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要忘掉它 我们小时候拥有很多的物质 我们后来都忘记了 我们现在拥有新的物质 我们很多小时候帮助我们的人 我们也忘记了 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人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要记住了 对别人的感恩心要存在心中 对人间的名利物质要忘记 所以人人皆具婆性 但是人成不了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执着于我下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什么东西都是我 开心了吗 我得到利益了吗 我今天做这件事情 我有没有利益啊 如果没有利益 我不做 如果这件事情对我没有好处 我不做 就像我们悉尼最近一样的 如果今天 买奶粉 每个人都有利益 每个人都去做 所以把奶粉全部抢光 有一天我在coast 我在那里有个女孩子走过来 哎呀你好 我以为她认出我来了 我还非常高兴的 哎你好 双手一合掌 她说 您能帮我带买两罐奶粉吗 所以告诉大家 我们自我观念不能太重 比方说这个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妻子 这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财产 你们想一想 一定的时候 你的孩子也没了 你的妻子也没了 当你几十年之后 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有什么是你的 这个荣誉应该是属于我的 在自我当中 不能离开他 你就一直在痛苦当中 阿拉伯的王子 我经常过去讲 阿拉伯的王子 33岁 要什么有什么 黄金铺地啊 真的 你看看看 33岁命没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生命 我们还有身体 我们还能活着 就是我们的成功 我们要这么多的物质 但是命没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继续 我们自己的努力 好好的能够 不要对物质方面的追求 要懂得精神方面的追求 要能够帮助别人 能够爱护别人 能够珍惜你身边的一切 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你就是一个脱离了 低级趣味的人 你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有一个幽默的哲理 说有一个人驾驶着一辆新买来的奔驰 结果跟一辆卡车 砰撞上去了 警察来了 他向警察抱怨说 哎呀 你看看看 这么漂亮的新买的车 被这该死的卡车给撞毁了 警察 惊奇地看着他说 你就注意你的新车 你其他的 你都不关心吗 这个人说 你什么意思啊 警察说 你没有看见你的手 都撞了没了 这个人低头一看 哎呀 我的老李氏手表也没了 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一些人是在用一种狭隘 幼稚的认知方式 为自己营造着可怕的心灵监狱 这是十足的自行烦恼 佛法讲世间本无事 庸人自扰 不要为人间的一些 无偿的利益 放弃了 你做人应该有的良心和本性 很多人不仅使自己活得很累 而且使周围的人也活得很无奈 于是他们为自己编织了 一个一个的痛苦的人生 有些不母亲 为了让孩子做出好的成绩 不是打就是骂 伤害了孩子 实际上也伤害了他自己 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 放学之后没有回家 爸爸急得不得了 因为这个孩子没有一天放学 不在家里的 突然他看见桌子上有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今天我和兰迪私奔了 兰迪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他身上刺着各种花纹 只有四十二岁 并不老 对不对 我将和他住在森林里去 当然不只是我和他两个人 兰迪还有另外几个女人 可是我并不介意 我们将会种植大麻 我们除了自己抽 我们还可以卖给朋友 我还希望我们在那个地方 生很多的孩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希望医学科技 可以有很大的进步 因为兰迪的艾滋病可能会治好 父亲读到这里已经崩溃了 整个人都傻了 然而他发现最后还有一句话 未完请看背面 背面是这么写的 爸爸那一页说的都不是真的 其实我在隔壁的同学家里 其中考试的试卷放在抽屉里 你打开后签上字 因为我害怕你打我 我所以写的这封信 就是告诉爸爸妈妈 世界上有比考试没考好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 爸爸妈妈 你现在给我打电话 你告诉我 我可以安全回家了 爸爸当机内奔啊 教育 从来不是追逐于一朝一夕 成绩不好 不该打骂孩子 而是要用爱心去引导孩子 要告诉他们 你无需和别人去比 你要超越的 就是你自己 佛法告诉我们 我们真正的教育 就是让自己的孩子超越自己 战胜自己 我们在人生当中 有很多人什么都在意 什么都要斤斤计较 毛病很大 这些毛病一旦养成天长日久 许多小的烦恼 就会铸成大烦恼 在这一点上 古代的智者们早已有了清醒 而深刻的认识 早在两千多年前 雅典的政治家叫克里斯 他就向人们发出警告 注意啊 我的朋友们 先生们 你们太多的纠缠小事 中国古代的先贤 孔老夫子说 理智用何为贵啊 不要把别人向坏的地方去想 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常常为一些 马上就应该忘掉 和可以忘掉 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纠缠而失去理智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然而我们却为这些纠缠 无聊的琐事 已经白白让备了 我们近一辈子的 宝贵时光了 所以很多人 一生喜欢和人攀比呀 好像觉得人生活的就要比呀 就是人生活到死啊 我也要跟你比到死啊 童年的时候和别人比成绩 青年的时候和别人比老婆 中年的时候和别人比钱财 老年的时候和别人比子女 死了的时候和别人比葬礼呀 我就听到有人跟我说 我爸爸死的时候一千多人去了 你怎么不说 骆骨炫甜便跑其名 我告诉你 要懂得 学博人要知道 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无常的 懂英国 你才能 破 迷 开 物 台长在澳洲 二十六都会给大家看头疼 那个 就是上个礼拜吧 台长看出有个听众身上 有个老太太在腰上 听众的腰不好 台长还说他 上次就看出来 他肾脏不好 头痛 还看出他浑身无力 眼睛不好 站一会儿就会腰痛 而且掉头发 大便不好 台长叫他吃蜂蜜 还精确地指出 他家的佛台 在客厅的偏左面 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 你好 1949年的牛 你帮我看看 牛有没有人性 有啊有啊 是一个老太太 很清楚的一个老太太 那不是 我现在很不舒服 师傅 谁也不舒服 对啊 她就在你的腰上 所以你的腰也不舒服 对对对 师傅 你刚才说我身不好 还有头疼 我现在确实是头疼 跟身体不好 现在经验也不舒服 对啦 那就是我告诉你的 我什么事情都是讲在前面的呀 对对对 你现在主要是浑身无力呀 对对对 点都不错 而且你的眼睛也不好 对对对 腎脏无力 没有力量 而且只要站一会儿 你的腰就不舒服 对对对 注意头发不要乱抓洗头的时候 哎呦我现在头也疼啊 掉头发 对对对对 现在头发掉得很厉害 你这个排便要当心 排便 对我吃两天大便不好 你赶快要吃那蜂蜜了 好的好的 师傅啊 我最后想请你帮我看看我家的佛才怎么样 是不是在你们客厅的偏左面呢 正门的左边 对 看见吗 好得逃不过呢 好啊 很好啊 对对对 很好 有菩萨来过的 好的 谢谢你啊 师傅 你辛苦了 谢谢谢谢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谢谢 有一个巨商 这个比较过去的年代 为了躲避动荡 把所有的家产 置换成了金银票 就很久很古很古的时代 他特制了一把鱿鱼伞 我不知道你们 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 像我们小的时候 大家都看见过鱿鱼伞 看见过吗 那把鱼伞呢 鱿鱼的 就纸啊 是纸的鱿鱼伞 他呢 为了逃避动荡 被人家 拿去这些金银票 他就全部把它 藏在陕饼里边 最后那个窝的 那个陕饼里边 然后把自己呢 装扮成了普通百姓 带着鱼伞呢 准备归影 乡野老家 不料呢 途中出了意外 因为他走了太劳累了 他就在凉亭当中 打了一个盹 醒来之后 鱼伞不见了 全部的家当啊 都在里边呢 巨伤 毕竟经商多年啊 面对突如其来的辩护 他很快地冷静下来 仔细观察 他发现 随身携带的包裹 完好无损 断定那雨伞之人 应该不是职业盗贼 十有八九 是过路人顺手牵羊 拿走了雨伞 此人应该就居住在 这一段附近 巨伤决定就此住下来 他购置了修散的工具 干起了修散的营生 他静静地等待 春去秋来 两年过去了 他也没有等到 自己的雨伞 巨伤心沉下来 仔细思量 他发现 有些人 当雨伞坏得 不值得一修的时候 他会选择 重新购买新的雨伞 他怕 他那把雨伞被人家丢了 于是巨伤打出 旧伞换新伞的招牌 而且换伞不加钱 一时间 前来换伞的人 络绎不绝 不久 有一个中年人 夹着一把破旧的 鱿鱼伞 冲冲而来 巨伤接过一看 哎呀 正是自己 梦寐以求的那把雨伞 伞丙处 完好无损 巨伤不动声色地 给那个人 换了一把新伞 那个人离去之后 巨伤 转身进门 收拾家当 从此消失的 无影无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静才能出智慧 巨伤的无言等待 是静之后的智慧 所以我们人在碰到突如其来的面前 应该冷静 成拙 应对 化现 为一 对学博人而言 你要学会静 那是一笔智慧的财富 它会让你懂得 静能生会 人生惊涛骇浪 乌云笼罩 有时候我们人的焦虑苦恼 非但 对你无济于事 有时候 还会让你变得事情更加糟糕 恰如其分的安静 能够让你稳住正脚 返回损失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 圣人老子说 自虚及守禁毒 众为清根 静 那是任性的智慧 静盛闹 寒盛热 清静为天下正 这就是告诉我们 自虚及守禁毒 就是世界上的一切 原本都是虚空的 宁静的 你如果能够达到虚空的极点 外无所见 内无所思 宁静内守 清心寡欲 众为清根 就是稳重的人 就是能够控制好 自己的清算 静声噪 寒盛热 清静为天下正 就是告诉我们 安静胜过躁动 寒冷胜过炎热 只要清静 你就能成为天下之正道 就像佛说的一样 静心施般若 静才能照见 五蕴皆空啊 很多人学佛 这个学学 那个学学 这也要 那也要 看哪本书都是好的 常言道 看病要找对医生 学佛要找对法门 一个人骑着自行车 两脚死尽的踩 只能是十公里 一个人开汽车 一踩油门 一小时能够跑一百公里 一个人坐高速铁路 闭上眼睛 你一个小时 能走三百公里 一个人坐上飞机 吃着美味 一小时就能跑一千公里啊 学佛也是这样 同样你在努力 不一样的平台 载体和法门 结果一定不一样 我们要学习正法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让自己现在就脱离 烦恼和痛苦 记住台长的一句话 能改变自己的人 你已经是个解脱之人 在同一座佛山上 有两块相同的石头 几年后 却有不同的结局 一块石头被做成了佛像 有很多人在膜拜 还有一块石头被人家做成了 实际没有人理睬 这块石头非常不平衡地说道 老兄啊 我们是相同的石头 为什么我们的命运差别这么大 另一块石头就回答说 你还记得吗 几年前山里来了一个雕刻家 你害怕搁在身上一刀一刀的痛 你吃不了这个苦 所以被凿了几下 就变成了垫脚石 而我承受的疼痛 终于成为了佛像 吃苦才能成功 所以人家膜拜我 而把你踩在了脚下 人生的苦难 那是一架梯子 对于学佛人来说 那是走向西方极乐世界的梯子 对一些人来说 他是走向黑暗的地狱 一个人能够正视苦难 善待苦难 苦中修行 你就会得到人间成功的境界 只是心态不一样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 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积极向上 每当你越过一个苦难 你就提升了一击 每当你越过了一个烦恼 你就还清了业债 这样我们才能 无债一生清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新年的第一场法会 师父都会讲一讲 这个世界的运程 而且我在去年 2018年的1月 在好思维演讲的时候 我所讲的 现在全部印证 所以我知道 你们很想听听 2019年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一些情况 可以预防一些 今年2019年的天时 师父告诉你们 还是比较乱 所以人跟人的共识差异 会越来越大 所以人跟人要去沟通 必须花十倍 比方说你去年花十倍 你这次要花百倍的努力 主要是受到一些破日 和天时的运程的影响 所以人跟人接触非常的难 今年火旺 所以看人 你都不要盯着他看 他想告诉你们 如果你盯着一个人看 看二十秒钟 你就会产生怨气 他也会产生怨气 除非冲着他念 且接受 你看 不学佛的人 他看人如果二十秒钟 你说气会看出来了 你看我干嘛 你为什么看我 听懂了吗 那么经济呢 世界的经济 在年中会有大事发生 年底会有返回极星的征兆 就是年底的经济 从年中之后 经济会上涨 要当心海滩 空难 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海难和空难会特别多 下半年要特别当心 死水的污染 山洪河水灾 印尼地区继续会有地震和海啸 最要当心的就是澳洲的火灾 澳洲今年的火灾特别大 山林有大火 世界呢 在东北地区会有持续的地震 还会有一些疫情 动物感染了 一些机温呢 牛温呢 猪温呢 特别当心 在东南亚上半年尾 有火山地震 还有局势不是很稳 在美国还是继续有火山 欧洲的经济 还是继续非常的疲软 整体运程 小自家庭乃至世界 在七月左右要特别当心 婚姻要避开二月和四月 还有六月和七月 这四个月很容易吵架 而且很容易离婚 等到你们吵架吵得很厉害的时候 你们最好把这两个月记住 哎呦 台长说的 二月不能吵架 会出事 嗯 下个月再吵 那么 什么样能够使家里的气场转好呢 你们家里现在人家里 我们现在 国泰民啊 每个人家里都比较富有了 最好的方法 在家里客厅里啊 要放一盆鲜花 因为鲜花能够转运的 所以你们都不知道 一个人 为什么女人生气的时候 突然之间你给她一束鲜花 让她看到花的时候 她会看到花 算了算了 听懂了吗 因为鲜花会转运的 如果你的客厅里边放一束花 你生气的时候看看它 有时候回来 整个房间的气场就不一样 所以鲜花还是很重要 你看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注重花 你看澳大利亚 它有花展 坎培拉有花展 坎培拉花展过了没有啊 是几月份啊一般 我想不起来 我刚来澳洲的时候 我经常去看花 那个在家里呢 要多看看 如果实在没花的话呢 多看看山水花 要看山水花的话 少看山 多看水 水是柴 水能让你心情平静 大家听懂吗 家里放一点新鲜的菊花 可以长寿 如果老人家在家里 你给他买点菊花 可以长寿 这些你们都听不到的 那个 想生孩子顺利的话 怀孕啦 想生孩子啦 家里要放点万年轻 万年轻 要孩子读书好 你要让孩子最好 在考试的之前的一个月 或者半个月 让孩子每天早上 晒15分钟 被啊晒太阳 增加他的能量体 这孩子会脑子非常的好 小孩最好读书写字 要在阳光房 大家听得懂吗 他按的书作不好 今年呢 一开年 股市会非常不稳的 一直到四月初 股市都不是很稳 但是三月之后 这个股民会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会买股票 世界经济呢 会在下半年好转 教育环保 都会有走下坡的情况 那么 大家都最希望听到的 就是健康问题了 今年特别要注意的 人的健康 那是肝和肾脏 肝喝酒要当心 还有注意休息 肾脏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人的肾脏不好 那就是要多喝水 因为水就是不胜的 所以每个人都要 继续要吃一点 这个六味帝王丸 而且特别要当心 你们的骨头 因为这个2019年 火特别旺 人容易争吵 骨头也特别容易脆 今年很多人会问我 师父应该多吃些什么蔬菜 师父告诉你们 吃黄瓜 多吃黄瓜 拌草都可以 因为很多病都是肺引起的 所以多吃黄瓜 对肺清肺都是好的 所以咳嗽感冒 在今年会特别多 今年女士身体 中年妇女要特别当心 主要是肠胃和骨头 骨关节 但是中年妇女 在2019年 财运比去年会好很多 一听到财运好了就鼓掌了 修得不好 很差劲 今年的男士的腰部和胃部和肩膀 要特别当心 男的男士挂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吊坠 全部都可以挂在里面 可以防灾的 可以劫难的 不要挂在外面 女的可以挂在外面 男的可以挂在里面 那么很多人跟我说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今年一生平平安安 师父告诉大家 出门前念十三遍 能够大致大悲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一切平安 可以在心里念 一边关门都可以念 就是一边关门前 能够大致大悲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平安 能够大致大悲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平安 十三遍 好了 要讲的很多 今天这个跟大家暂时提醒大家一些问题 其实主要就是身体和关节 在夏朝时代 诗部每个故事都是有道理的 在夏朝时代 有一位著名的神剑手叫后裔 他剑术精湛 名扬四海 有一天夏王请他 敬朝表演剑术 这都是历史上真实的故事 他用仪剑方的兽皮 制作成靶子 在当中画了一寸的红心 任后裔施展才艺 后裔见此 胸有成主 临摄前 夏王突然宣布 啊 摄中了 赏你一万两黄金 摄不中 剥夺你拥有的封地 就是封给他的地了 后裔听罢 顿时脸色骤变 呼吸急促 他拉开弓 射出了第一支剑 砖 射出去之后 穿过靶子 偏离了中心 后裔双手颤抖 艰难地射出了第二支剑 这支剑远离靶子 落在了地上 周围的人连连发 这怎么办 夏王问大成迷人说 后裔平时射箭百发百中 为什么今天连射两箭都脱靶了呢 大成说 啊 皇上 因为今天的重金和崩地的事 他可能有了心理的负担 因此完全而失去了常态 这个典故就是告诉我们 你们要懂得 人一旦有了欲望 就一定会失去常态 所以我们应当吸取教训 不管在人间外环境怎么变化 我们不要患得患失 让自己的贪念 舒服了自己的思想 扰乱了心态 切磨让异常的外城 影响了我们人意识中的正常思维 所以要学会守住你的情绪 疏解一切不如意的情绪 不要让情绪影响你自己 用佛法顺加持 如意不顺利的时候 要懂得要去转换它 我问你们什么叫转换 你本来心情很不好 心态很不好 你拜拜佛求求菩萨 心里有安慰 菩萨一定会保佑我顺利 这样你就会欲顺不欢喜 欲逆不难过 随顺因缘 自主生死 自己的心 自己控制 自己的快乐 自己做主 有一个妈妈今天特别开心 在家里切菜啊 做菜啊 做得很开心 孩子一回来 妈妈 我没考好 开始了 你的心情完全被孩子控制住了 所以人很难控制住自己 所以要想不烦恼 就要离开烦恼 进入安乐的净土 寂灭的心态 远离轮回 了脱生死 曾经有一个小国 到古代的中国 进贡了三个一模一样的小金人 小的完全是黄金的 金碧辉煌 哎呀 这个时候老皇帝乐坏了 可小国出了一个难题 请问皇上陛下 请您告知 三个小金人 哪个最有价值呢 皇帝一听 那怎么办呢 找人 来人呢 工匠 伺候 工匠上来了 成分量 黄金 工艺 一模一样 这么一个皇上 你不可能 不能不懂啊 所以 他就请来了大蚕食 蚕食胸有成竹 拿着三根硬稻草 一根插进了金人的耳朵 稻草从另一只耳朵出来 第二根从小惊人的耳朵插进 从嘴巴里掉出来 第三根从耳朵里插进去 掉进了这个惊人的肚子里 什么声音都没有 禅师说第三个惊人最有价值 小国的使者点头称是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最有价值不一定是最能说会变的人 两只耳朵一个嘴巴 让我们多听少说 如果你能够善于倾听别人 你就是修行人最懂得 最有修养的基本素质 这个台长在节目当中有一天 就是前三天开法会 前三天有个同修反馈 他念经的时候看见台长的法身 台长跟他说 我是出现在靠近你家窗户的时候 我穿着西装 他说对呀对呀还戴领带 台长看出他有三件事情放不下 听众说自己不清楚 台长就告诉他 一是为了孩子的事情 一是为了家里卖某样东西 他才恍然大 我说对对对 我请大家听一下 就是三天前的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 让我看一下 这是你的笼 我那个念经的时候 师傅 你的法身今天在我家 你知道吗就好了 在我的法身你看见了 你看见就是在你们 靠近你们家窗口这里 对呀 就是电子 我就发起充满 我天天澎明的念经 你很好了 师傅穿着西装过来的 对呀 就记住了 大领带 你记住啊 你好好的念下去的话 菩萨会保佑你 你很多事情都会解决掉的 你不要担心 你现在有三件事情最放不下 师傅都在帮你解决了 你自己不知道啊 三件事情 我不太清楚 你不清楚啊 一个为孩子的事情 一个为你们家里 什么卖出去 卖不出去的 一个什么事情 哦好好好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对对对 好了你已经很福气了 师傅法身到你这里来 你已经很福气了 好好念经了 好好好 感恩师傅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傅 我们福气很好啦 再见 这个老妈妈属于 级别比较低的 老妈妈 因为师傅法身到他那里去 级别比较低 如果你们念经 念了观世音菩萨 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级别高了 曾经有一个教授 给他的学生出了一道考题 说如果你知道 一个女人怀孕了 她已经生了八个孩子了 其中有三个 是耳朵聋的 两个眼睛瞎的 一个智能不足 而这个女人 悄悄又怀孕了 请问 你建议她堕胎吗 学生刚要回答 教授制止了她 又问她 你在听我第二个问题 现在要选举一名领袖 而你的这一票 是最关键的 那么现在我告诉你 这个三个被选领袖的事实 候选人第一 他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 有来往 而且他会心向占卜学 他有婚外情 他是个老烟墙 每天喝八到十杯的马丁尼 候选人之二 他过去有过两次被解雇的记录 他每一天睡觉 基本上睡到中午才起来 大学的时候 还吸食过鸦片 而且每天傍晚 会喝一大夸特的威士忌 候选人第三 他是一位受勋的战争英雄 不吃肉食主义者 他不抽烟 只偶尔的喝一点啤酒 从没有发生过婚外情 请问你会在这些候选人当中 选择谁 学生马上把答案写在了字上 然后教授看了之后告诉他 候选人一 那是Franklin 罗斯福 候选人二是温斯顿 丘吉尔 候选人三是阿道夫 希特勒 学生听了之后张大了嘴巴 教授问他 你是不是选择了希特勒 那么你现在还会建议那个妇女去堕胎吗 学生说 这个问题不要考虑了吧 我们懂得优生优学的教育了吗 这位女士已经生了这么多非正常的儿童 你就别让她再添乱了 学生建议她堕胎 教授告诉她 那么你杀死了贝多芬 她就是贝多芬的母亲 学生又一次张大了嘴巴 教授说 吓一跳吧 本来你认为很好的答案 结果你却扼杀了贝多芬 创造了希特勒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活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时候你根本看不到 人间的真相和真谛 佛说的四圣地苦极灭道 就是让我们知道无常和懂得因果 台长继续跟你们讲下去 有一艘游轮遭遇到海难 船上有一对夫妻 好不容易来到一艘救生艇的前面 厅上就有一个位置 这时候男人却把女人推向身后 独自上了救生艇 女人在渐渐沉默的大海上 向男人喊了一句话 讲到这里 教授问学生 你猜这个女人她会喊什么话呢 学生情绪激奋地说 一定是说 我恨你 我瞎了眼了 教授说 女人喊了一句说 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轮船渐渐地沉默了 男人回到了家乡 独自带大女儿 被村里的人叫马 多年后男人病故 他自己的女儿 在整理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他父亲的日记 原来 父亲和母亲乘坐游轮时 母亲已经患上了绝症 关键的时候 父亲冲向了那唯一的生机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多想和你一起乘入海底 可我不能 我为了女儿 我只能让你一个人 长眠在生生的海底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世间的善和恶 对与错 情况错综复杂 如果你没有智慧 你根本分辨不出 什么是对 什么错 所以我们很多人 以为对的 实际上你是错了 以为是错的 实际上你是对的 三十年前你认为对的事情 可能你现在觉得是错的 可能你今天认为是对的事情 可能几十年之后又是错了 学博人 不要用既定的价值观来思考事物 轻易做出判断 不要用今天的现状 你去判断任何人的未来 包括你自己啊 事情都有因果 只有用佛的般若智慧 你才能看破放下 认识今天自己的错 你才能迎来明天的正确观 我们都曾经以为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了 实际上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回望 你会发现 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 只是在你生命的瞬间 一段的过程 所以人跟人夫妻之间 有时候就要放手 有时候有一句话 你不放过他 可能就影响你们的婚姻 太上说句笑话 他有一个老公 就跟他老婆讲 老婆啊 你既然觉得我不好 我也觉得你不好 我们两个都不好 那我们就将就过吧 也不要折腾了 也不要离婚了 省得以后我们两个人离婚之后 再去祸害别人去 老婆说了 今天你说的这句话 像人话 算了 我买菜去了 你越过了一个障碍 你就会感觉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我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想不通呢 最痛苦的 不是放弃的那一刻 而是放弃之前 你心里的挣扎 无助和患得患失 我们以为放下会痛苦 记住了多年心经 想到 不管什么痛苦和烦恼 几个月 几年之后 绝对不会这样 当你越过了 这就称作为 回归自然 所以什么都没有带来的人生 你不可能把人间的东西 财产啊 房产啊 妻子啊女都带走 来的时候一个小床 坐着 走的时候 一个小盒子 所以人生无常 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不学佛你才会想不通 学佛之后 你就懂得 我们这一生 给我们带来的 只是忧伤和惆怅啊 时间关系 我不能讲了太多了啊 因为真的是 台长是非常非常的爱你们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想通 我最难过的就是看见很多人不笑 因为我看见他不笑 就意味着他有苦痛 又难过 又悲伤 又烦恼 所以我非常喜欢看到你们的笑脸 因为当你们一笑的话 说明你们想通了 开心了 因为想不通的人笑不出来 很好 为了加强你们的笑声 所以台长要讲两个笑话给大家听听 讲不讲是我的事情 笑得出来笑不出来是你们的事情 有一个黄金首饰店遭遇到打结 遇到打结 匪徒手持砍刀 打结打结打结 跑进来 威胁一个女店员 看见一个人过来 把口袋张开 往里面倒 往里面倒 匪徒呢非常着急的 看你飞猪啊 快点快点 正在这时 没想到这个女店员 突然拿起桌上的技术器 疯狂的向匪徒的头上砸去 这一连串的猛砸呀 将匪徒啊 突然之间击倒了 大家一拥而上 把匪徒制服了 当记者采访那名英勇的女店员的时候 她的情绪还没有稳定 记者问她 请你讲一讲 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理 英勇的制服了废徒的 女店员气冲冲的说 为了生活 我可以忍呢 谁说我胖 我就跟她玩命 再来一个 有一个老公啊 她姓李 老婆呢 姓周 一个姓李 一个姓周 老婆呢 生了一对双胞胎 老丈人呢 就跟女婿提要求了 你给孩子取名字 一个要有姓李 一个要姓周 第二 取的名字 要有纪念意义 第三 两个名字 要同一个意思 女婿那天来了 告诉老丈人 爸爸 名字取好了 老丈人说 好啊 取了什么名字啊 姓李的 叫李拜天 姓周的 叫周末 意思一样 所以我们学佛人 记住了 爱心使人健康 善心使人美丽 真心使人快乐 时间是我们最好的药物 宁静是我们最好的心情 步行是我们最好的运动 开心也是快乐 所以善良是我们心里的营养素 宽容是我们心里的调节器 乐观是心里的不老单 慈悲是我们心里的支撑 懂理解别人的人 他容易找到自己的感觉 懂知足的人会找到快乐 懂得放下的人会找到自在 懂得珍惜的人会找到幸福 台长告诉你们 人生中不争就是慈悲 不跟人家争辩就是有智慧 不去乱听就是清净 不乱看就是自在 不贪就是不失 断恶就是行善 改过了就是忏悔 谦卑了就是礼佛 手礼就叫持戒 原谅别人就叫解脱 知足了就叫放下 不怕路远就怕置短 不怕不知就怕装懂 不怕贫穷就怕懒惰 不怕对手就怕自己 你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你的思维 希望我们学博人应该帮助别人 拥有佛法的思维 看到将来 看到未来 看到我们还有明天忘记过去的忧伤 什么月朦胧鸟朧朧 明天一定是阳光灿烂 谢谢大家 很开心啊 我听到你们的掌声很开心 尤其我看到刚刚很多人没笑 现在都笑了 哎呀我真的很开心 所以不失笑脸吧 谢谢大家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 卢军红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